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您的语言形态与时俱进 感觉就说出来的都是我们身边的年轻人经常说的话 只有一个一直在学习的人 他才能真正的让自己的思维语言 能够和这个时代保持同步 刚才您在演讲的时候 有很多现场的观众用这个小纸条写了好多问题问您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说陈老您是对飞机最了解 还是对小提琴最了解 还是对您的爱人最了解 哪跟哪的这三个事 您的家人会不会觉得您爱飞机比您爱家人更多 小事呢 我是在考入清华大学的时候 第一天报到 我在墙上看见一张纸条 上面是音乐室 还有几个班 可以招生 可以去报 所以我在金华园的第一天 就同时跨进了两个殿堂 一个是航空的殿堂 一个是文艺的殿堂 飞机设计是我的终身事业 音乐是我的一生的爱好 这两个没有说哪个比哪个 而且这两个东西还有相通的地方 对 而且我非常建议我们的年轻人 要想办法开发你们的幼脑 我们一般的应试教育呢 强调的是左脑 可是你学艺术 学开阔一点的你的世界 提高你的创造性 这单位将为你们人生开拓很大的局面 那您的爱人和家人呢 我的爱人是飞机设计的高级工程师 跟您是同学吗 不是我的 他是北京航空学院的 北航的 所以我们的家庭生活 并不是与飞机矛盾的东西 我们是共同生活 共同工作 这样子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在跨境清华大学航空专业的那一刹囊 程老师跨境了三个殿堂 航空事业的殿堂 音乐艺术的殿堂 和爱情人生的殿堂 这个年轻人脑洞很大 您知道现在有一种东西叫共享单车吧 然后这位观众问 您对共享飞机怎么看 好 好问题 以后真有可能 因为我也听说 现在有很多大的企业在研究个人飞行器 接上它 拿手机一扫 自己背个包就飞了 未来有可能吗 您觉得 这个人类对检疫飞行器的追求 实际上也是不断的 往往时代有个人 把身上绑了很多羽毛 就在一个塔上面跳下来 因为人们始终很向往 就像自行车那样的 很简单一个结构 人人都可以用 它就很省事 而且很舒服的 那么实际上这个东西已经出现了 就是飞行背包 就是学生背个书包 他们都站在梁台上 滋入一下 它就飞过去了 当然这个代价是很大 医疗费也很贵 现在好像有 已经实现了 对 都已经 而且有的公司可以 已经开始有面对个人销售了 但是我还没看见有人用 不过未来这个真的说不准 再过个 始终是一个不可逆致的方向 而且力所能及的试探 也比那个大飞机来的方便 你还真别 别笑话那些 古时候在身上粘几根羽毛 他们的尝试 他们的探索 奠定了人类 航空飞向天空的起步 而未来今天你的这一个小纸条问题 也许也会在未来成为我们人类的现实 所以加油 前面六位青年代表 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跟程老交流 我是就读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前学森班的一名新生 然后我高中是毕业于程老 曾经就读过的湖南省雅里中学 我有的老师 曾经可能是跟你一起工作过的 他当时就回忆起就说 最开始建国出示苏联园 支援我们这些航空工业 很多需要看俄文 然后他当时说 您学习俄文根本不按课本的那一套来 都是自己去北京话剧院 买了那个中俄对照的话剧剧本 读了几遍 然后看了一遍话剧 就这样的渐渐的俄文就学会了 最后您的单位的人都拿着俄文材料 都是来找您翻译 是这样吗 学霸 买了几个中俄对照的剧本 读了几遍 然后把话剧看一遍 就可以翻译航空资料了 我其实在大学时代 清华有一个教授 他开办了一个俄文班 就是我们机械系的一位教授的夫人 她是德国人 但是她不会讲中文 所以她用英文讲俄文 我们中国学生去听 所以我当时纯粹出于好奇 我就听了一阵子 没想到我工作以后 第一个工作就是跟苏联专家一起工作 而且我大概有点模仿能力 我们这位苏联专家是莫斯科人 很标准的莫斯科语调 他给我讲讲一些什么事情 讲完以后我就告诉她 她一听 俄文很好嘛 后来她就老找我 我就成为唯一的苏联专家 跟中国青年工作的技术员的 也交流的对象 您说的那哪像个俄文班 那像个联合国一样 一个德国老师教着俄语 但是不会说 俄语对不会说中文 所以用英语教俄语 然后底下听的全是中国学生 你现在几年级 我现在是大一 大一 拉小提琴吗 还不会 上俄语班吗 勉强懂一点吧 你要向学长学习啊 先把小提琴班报了 你左右脑 现在只有一半在工作 你知道吗 把另外一半赶紧开发起来 他们学校里的外语程度是很好的 他是雅里中学 雅里我认 您的中学母校 中学 湖南雅里 我觉得英语一定要打好基础 要一定要过三关 第一关就是发音关 就不要用中文的发音来发英文 它这个里头是用了一些不同的肌肉的部分 所以必须往外国人讲的话 不要讲土话一样 第二个就是这个句型 不多 可是很快就熟悉完了以后 你跌生导师的用这些句句型 就够走遍世界了 那么第三关就是词汇 实际上英语好的人 每上一堂课 他都很愉快的 就接受了很多新的进展 而那个英语没有过关的人 他每上一堂课 他都糊涂糊涂云里雾里 一辈子到了研究生 还在补英语 最后你的缺短板是什么 还是英语 对吧 还是外语没过关 程老师 我们说点大家开心的事吧 您一说 英语好的人 每上一堂课都很高兴 英语不好的人 一说到这儿 我们所有的人都 学习语言也是一种乐趣 但是你呢 口音 不是说你英语啊 普通话 现在还带有一点点的 浮南口音 我能听得出来 先把普通话搞好以后 但是你现在大学一年级 一定要踏着前辈的足印 扎扎实实地往前走 初心不能忘 谢谢陈老 下一位 我叫郑美元 我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飞行器设计专业的 虽然我跟您不是同一所大学 但是我跟程奶奶是同一所大学的 好巧 据我所知 奶奶在北航当年也是学霸 那您当时是怎么这么有眼光 是如何把我们北航 这么优秀的女生追到的呢 时隔多年之后 北航人来讨个说法 清华学霸是怎么把北航的笑话 给追到的 我当时是在沈阳设计科工作 我的老伴当时是在北京的第四设计院 就是航空部的设计院 我听说他在学校的时候 曾经进行一个课题 监禁 都不在这里 和声音乐 都不在这里 跟中文字连行 都不在这里 都不在这里 和一家去 能力找到些小学生的 词照片 或者他都不在 都不在意 都不在这里 是 由 都不在了 文字 就是 词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两个志同道合的人 相濡以沫 牵着手慢慢在人生道路上 从青年时代走向壮年 走向老年 这样的陪伴是人生中最浪漫的事 下一位 小萨老师 陈一叶你们好 我和陈一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陈一叶出自一个学霸合唱团 然后我也来自一个合唱团 陈一叶的合唱团和我的合唱团 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刷爆朋友圈 你是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上海的彩虹室内合唱团成员 你有很多粉丝在现场 我相信小萨老师 您作为这个中华小曲库 您应该听过我们的歌吧 我怎么叫中华小曲库 我是大曲库 那你能唱两句吗 听过 诶 诶 诚 成老在那 我们在成老面前哪敢随便隐行高歌 我们合唱团每年都会有两场专场的音乐会 而恰巧那些彩蛋作品呢 就可以说是 传播的非常快 对 特别是像第一首张世超 你昨天晚上把我们家钥匙放哪 第二首 那感觉身体被掏空 可以说是 很多粉丝们听了之后 直接在微博下面留言 就说 哎呀 这个学生党们是笑着听完这首歌 而这个上班加班族们是哭着流泪听完这首歌的 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呢 可以说是说 总是觉得自己心特别的累 压力特别的大 那么陈爷爷 你是如何去化解您的压力的呢 这个我都没有考虑过 而且 诚老师压力大的时候 我就再多设计两架飞机 不过我到中学去见红领经的时候 红领经向我提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的回答 我自己还比较满意 这个红领经讲 我们马上就面临要考中学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关了 我回答他们说 你如果把你进中学当作一个关 那你今天最后的一生的关多了 你这个中学还要进大学了 大学还要参加工作 工作还设计第一架飞机 那那不都是你的关吗 你实际上应该看待这些过关 把自己充实起来 本身充实起来 这是也是我自己的观点 您怎么看现在年轻人 放松的方式 就老是捧个手机 我就担心他们走路的安全 所以诚老用非常幽默的方式 告诉大家 关注现实世界 我们团呢 也是不是那种专业的合唱团 团员呢 也是各行各业都有 你是从事什么行业 我是从事教育行业 教育 那么我想问问看陈老 就是您是这个飞行设计师啊 然后又会小提琴 还去说您会画画呀 作曲呀等等这些 这些所谓的不务正业 你是如何去安排的呢 我的感觉是 你的全部时间 如果你能腾出一部分来 好比说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 来开发你的右脑 你并不是说 你的正常的学业 就会损失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 甚至于你会倍增 那可能有人会说 爱因斯坦如果不拉提琴 他专门就研究那个物理 说不定他还会比 像对那个还多研究出一点什么 如果我们的原农品 不拉小提琴 他可能那个水道还要再增长一点吧 我说不会的 因为他开发他的右脑以后 他会激励你的左脑更有效的吸收 所以这问题啊 可以反过来想 有人问说 爱因斯坦如果不拉小提琴 是不是相对论还能更完美一些 我们要问的是 如果爱因斯坦不研究相对论 搞不好我们还多一个音乐家呢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不物正义 谢谢 谢谢陈老师和萨老师 陈爷爷好 萨老师好 我叫刘雨萱 是一名航空爱好者 也就是飞友 首先呢 我想分享一个八卦的事 刚才陈爷爷您独奏了一段小提琴 那么据我所知 这个小提琴 其实是您的初恋女友送的 对吧 我老亲 我再看一眼那个小提琴 好像确实 我刚才拿到手里的感觉 就是年代久远了 陪伴了您好多年了 这个小提琴 六十几年 这个琴本身我所知道的历史 大概114年 大概是 因为我的前任 曾经在上面刻了一个年代 这个年代是1912 后来这么多年 这个字也磨过 就这把小提琴 原来的主人 原来的主人刻了1912 一百多年的历史 放好 派几个人看着 你从哪知道这事了 这个是我看过爷爷的自传 除了这个自传之外 我看陈爷爷还给一些 航空类的杂志共稿 甚至说写过自己的博客 这是您的博客 当时我的博客 读者是58万 就粉丝数 是58万 读者 但博客年代 能有这么多粉丝 不容易了 不容易 是吧 您当初开博客的初衷 请不吝点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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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发生了以后 他知道不知道 最后一位 陈爷爷 您还记得我吗 好像见过 对 我们一定见过 在中国大飞机 C919的下线 和首飞的现场 我们都在一起 哦 我是一个记者 我来自新华社 哦 这是那个C919 下线的当天 这张照片 看成经典 他来自我们的一个同行 一个摄影师 这摄影师也不说 把陈老的发型弄一下 那天是风吹了 是吧 这是我形象最差的一张照片 陈老正愁 没找到人呢 谁拍的 也不给我修修图 但是 但是是 是传阅的最广的影响 最大的一张照片 他们说 就是这种心情啊 你们干这个飞机 这个中间很大的吹了声 传神啊 尽管当时 风把陈老的头发吹乱了 眼里还含着泪水 但是真正让人看到了 一个一辈子 把设计飞机作为梦想 而且跟着这个国家的航空梦 不断前行的人 在那一刻 我们的大飞机 终于下线的那一刻 那种真实的心情写照 那一刹那飘过您心头的是什么 非常的欣慰 向大家祝贺 因为这是大家坚持 这样的这个 这个必然的后果 来到了面前 实现了很大的欣慰 就像当年您和您的同事们 努力过的那一家运石旁边 一块大石头上刻 永不放弃 对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当C919从跑道上 缓缓地滑行 然后飞向天空的时候 他全神贯注地 就注视着这架飞机 飞向天空 眼含泪花 等飞机飞得越来越远的时候 程老和为中国的大飞机事业 努力地几代航空人 拥抱握手的时候 我听到这样一句话 说我这辈子 做航空人值了 中国的大飞机事业走到今天 中间经历了无数艰辛 各种不能讲述和可以讲述的故事 我今天想问您 航空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 让您觉得 做航空人值了 今天想问您 航空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 让您觉得 做航空人值了 中国为什么要研制大飞机 其实中国为什么要做粮食 世界上不是有的是粮食吗 那美国的粮食都是出口的 中国究竟有什么没有 必须要自己干的 你人口众多 地域广告 你这么大一个国家 你的运输量 你买飞机的钱买到了多少 那有人算过了 用最高的面额 最高面额100块 你去量一量 结果算出来 他告诉我 有10个金木大厦那么高 不是 有100个金木大厦那么高 不是 几百个金木大厦那么高 我们买飞机的钱 已经可以从电架 一堆到太空 那这样的这个钞票堆成的 这个金木大厦 就一座一座地搬到国外去 如果我们中间 结下了一块 放到国内 那么 这可以带动多大一片企业 多大一片教育 多大一片就业 所以航空 和中华民族腾飞的翅膀 是我们所有的中国梦之一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梦 它是在科学技术的尖端 它是代表着你这个民族的能力 我曾经在三峡的上空 我扒到窗口一看 芒郎 酒派 刘忠罗 一条长江是最浩荡的 这长江多少支流 假定我们没有这一条江 那所有的这些支流都变成断水 当然也可以维持一定的生计 但是不能造成流域的繁荣 所以同样的我们的产业 也需要有一些强大的支柱 来支撑我们汇程聚留 所以它不光是程老自己的一个梦想 它也是国家和民族 在今天的一个共同的梦想 在今天结束的最后 我想用刚才小纸条提问的时候 有一位观众写来的四句话 最是一抹天空蓝 帅出天际心灿烂 不忘初心五十载 时运国运向前迈 前面四个字 最帅不实 送给程老 也送给你们这一代 中国的航空人 谢谢你们的努力和付出 谢谢 再次用掌声感谢 程老师们带来的精彩开奖 下一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